Echo of Wings 一支声中文配音社团 我叫顾默然 今天是我和我男朋友沈晨涵相练十周年的纪念日 而我也为此准备了浪漫的烛光晚餐 准备了温馨的泡泡浴 还买了好多好多的套套 想想就有点小兴奋 我回来了 回来了 马上就吃饭 来 试试这个 你最爱的红烧排骨 我煮了半个小时呢 好吃吗 嗯 好吃吗 好吃吗 欲不安吧 能吃 你 不好吃别吃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 不就吃块排骨吗 好吃好吃好吃 行了吧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 我怎么没好好说话了 你想我怎么说话 说你好吃不够还要给你鼓鼓掌啊 我叫顾默然 对 没错 排斥前面的顾默然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三十六分 你们知道人生总是这样 在某个夜晚 你或许会遭遇一次突如其来的性生活 或者像我一样 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 对既有生活产生反抗的头脑风暴 你说你这是连续第几天这么晚回来了 说了加班加班加班 你听不懂人话 你知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 什么什么日子 沈晨晨晨晨晨晨 你爸爸援助 关于整只暴躁别扭男友的示范案例 欢迎收听 你 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 可这你还想这么着 你总是这样 不知道为了什么就生气 我跟在你身边红你也不高兴 问你气什么你也不说 我热脸贴你冷屁股快十年了 我真他妈受够了 那你他妈给我滚 如果是平时指不定我晾了自己两分钟 就开始舔着老脸抱住神女王的大腿 求到不要生气 然后神女王再骂上我各把小时 在十二点先争取争取 还能过上一次性生活 可是这一次 我决定要借着这个理由 重振敷刚 沈尘寒 我没再开玩笑 好啊 你十年前泡我的时候 没觉得是热脸贴我 你在床上操我的时候 没觉得我脾气不好 现在说受不了了 正好 你爷爷我 也用够你了 请您现在就马不停蹄地滚 好吗 吴先生 钱包 证人账 都在 那 我走了 你 好好照顾自己 顾莫然 你他妈有种就别回来 沈尘寒 这次我不把你整明白了 我他妈以后生活就不配搏气 不配有高潮 你给我听好了 我顾莫然 头顶天脚踏地 要开始对现在生活 进行一次壮烈的反抗 并绝技要跟这生活斗个不死不休 喂 老三 OK 情绪低落 虎哥 今儿晚上收留我一阵呗 我拎几瓶酒 上你家去 行 你说你们俩真是 沈哥脾气不太好 你就多担待着先吧 你们俩 这也快十年了吧 都 到今天 刚好十年 我也不想 可他妈沈尘寒这 真是 真是 你也知道他那脾气 口是心非 刀子嘴豆腐心 忍忍就好了 我都忍了他妈的十年了 十年啊 他还跟刚认识那会儿一样 高傲得不行 莫名其妙的就生气 莫名其妙的就不开心 一张口 就往外喷毒液 每次吵架 死活让人下不来台的 每次我自己说了狠话 办上 还得装个失忆什么的 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 你 我不知道 我是找了个媳妇 还是找了个祖宗 姑哥 我也知道你委屈 可你俩 都这么多年了 委屈啊 兄弟 你说的对 我都把太委屈了 每次 是每一次 他永远高高在上 我永远低声下气 舔着脸跟屁股 后面装孙子 我装孙子都他妈装了十年了 我委屈 我太他妈委屈了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来 咱们喝酒 不想这些烦心事 还是老三你够一起 那必须的 姑哥你 就是我亲哥 喝 喝 我去 上个厕所 姑哥 你小心点别摔了 不会 你姑哥 我去 我就知道 革命的道路上 全他们是间谛 不过话说回来 要不是确定你老三 就是他沈丞涵的狗腿子 我也不来找你了 姑哥 沈哥打电话过来了 你要不要跟他说点什么 让他去死 姑哥 那 那 那 沈哥就这样 这么多年了 你 你也知道 那个 那个啥 回头 你好好哄哄就好了 这老天不公的 沈丞涵都让我气话了 还让我哄哄他 涂哄他 講良心 是该他来哄我吧 老沈 几点了 沈丘寒 沈丘寒 你怎么来了 感情您当我愿意来啊 要知道你还赖在老三家不泽 我死也不会过来的 口是心非 还不是担心我 既然这样 我还是走吧 这 顾哥 沈哥 让他滚 妈的 臭嘚瑟 好 好 滚就滚 再这样 我都不滚回来了 我就不信了 也有我马上就去买张机票 出去度上一个月的假 不把这事整明白我还真不回来了 不行 我可不能这么简单就被气走了 老沈 你以后好好照顾自己 脾气别那么暴躁 说话 说话也别老这么刻薄 还有 晚上睡觉 别老揣被子 早上起来记得吃早饭 晚上也别熬夜 那个 如果找到喜欢的人 就好好对他 你知道 不管怎样 我还是希望你能过得 滚 妈的这臭脾气 战斗目前看起来已经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老沈终于意识到 我不会再忍受他的臭脾气了 为了我未来六七十年的好日子 现在 必须让他在生气中愤怒 愤怒中悲伤 最后在悲伤中顿雨 所以 接下来的坐镇方 是什么来着 我要在老沈身边 实现实意 若即若离 在某个不经意的晚上 被他撞见我跟别人暧昧的样子 等等 敢劈腿 那是活的不带风 不是 这次绝必是要堕了我命根子的 出门在外有子多年不归家 空巢老人的内心何去何从 看哭了亿万父母 独自在家的父母转起来 老妈 真是 喂 妈 我今晚回去 小沈怎么没来啊 家里淹了好多酱呢 都是小沈喜欢的 叫她带点去啊 人公司忙得要死 我一天都见不上一面的 哪有空见您呢 小沈最近这么忙呢 老实说 你是不是跟小沈吵架了 妈 你当过日子这么简单呢 你们这些年轻人 不要总是计较的不得了 妈不是 感情这事啊 就是双方互相迁就 相互包容 妈我说 忍着让着 这一辈子不就过去了 吃面吧 妈 我是说 你里边没放鸡蛋 能不能请您忍着 再给我加个蛋呢 大晚上的吃什么鸡蛋 打肤成那么高 也不看看你自己 从过年到现在 至少胖了二十斤 吃吃吃吃什么鸡蛋 难怪人小沈看不上眼 我 不能吧 我最多也就胖了五斤 行了行了 吃完了自个儿收拾收拾 回来这么晚 我先去睡了啊 等会儿自个儿收拾 什么出门在外的游子 什么空潮老人 果然 只是随便发发而已嘛 我先去睡吧 你陈黎徐总和杨师傅 爱恨情愁的酒客吗 那么请快来一只声 欢迎会所 你他们播的 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今天要做的第一道快手菜 是我大学吃的 最爱吃的老素菜 郭莫然啊郭莫然 你居然堕落到回个家 都只能吃青菜面 看美食节目的程度了吗 让沈晨涵知道 非笑死不可 不行 我出门 喝酒唱K撸串 夜不归宿 喂 老周 是啊 我回来啊 今晚有空吗 老顾 哎呦 难得回来啊 咱们哥俩肯定要见见啊 哎呦 鬼宝啊 不哭不哭 那 那有空出来 好了吗 换腰片 哎 老顾 今晚是不行了 我这儿还带孩子呢 晚点聊啊 先挂了挂了 妈的 这都老婆孩子热炕头呢 哎 人生啊 实在是老惨了 没有沈晨涵在身边 还真不习惯 我不得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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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某人 你怎么脸皮这么厚 能不能别整天缠着我 你把你家钥匙给我干嘛 顾某人 你也这么大个人了 还看动画片 赶紧把遥控器给我 伪装这八点就开始了 新手表 还行吧 马马虎虎 这么晚了谁啊 老沈 这次是怎么了 没人哄着还追来了 爸妈睡了吗 好些日子没来看他们了 平时怎么没见着 你想来看他们 今天妈给我打电话了 是我太久没回来 我想 二老这么些年 怎么着也把我当亲儿子对待了 我还是要回来看网看网的 行行行 你都这么说了 我还说什么 如果爸妈睡得的话 那 那我明天早上再来打扰吧 这算得上是老沈 这么多年来 难得的软化 而我也知道 如果这时候 我顺着台阶下的话 就应该出声叫他留下 然后 老沈再别扭一阵 今晚 我们便可以回到短暂的蜜月期 然而最多在隔上个三五日 他又会顾台赴盟 这事 治标不治本 所以 再见 你看 顾某人 你这个王八蛋 你这是发什么疯 你小声点 把马术 发你妈的疯 我操你妈的顾某人 老子今天不打死你 老子今天就跟你先顾 你说 你这是 做什么 千里迢迢 你来我家 就是来为了跟我打一架 谁叫你他妈骗走 那成 现在你打也打过来 可以走了吗 顾某人 你这个蛙八糕子 老沈 你这是做什么呢 你怎么就是不相信 我是真的 真的爱不下去了 也真受够你这脾气了 顾某人 你这个王八蛋 老师 你他妈别碰我 你别这样 乖 你走啊 你不行能关门啊 关门啊 睡觉啊 操你妈多管闲事 沈晨涵 你是不是真的要我走 你滚 你这是真心话吗 老沈 你不说出实话来 没有人能懂你心里 真正想的是什么 这么多年了 你从来都是口是心非 言不由衷 你这样 我永远都不知道 怎么做才是对的 我永远都在猜你心里 要的是什么 想的是什么 每天我都过得战争兢兢 猜错了 你又生气 猜对了 你又不肯承认 包括到现在了 都还是这样 十年了 我就想再爱你 我也会累的 今晚 这是最后一次了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是默认我要走 行 那我走了 沈尘寒 你自己告诉我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要再让我猜了 不是 不是 孔博然 我不让你走 你不要走 我会改的 你等我改 等我改好不好 老沈 老沈 以后不要这么心口不一好不好 听久了 我也会伤心的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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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不便跟着沈尘寒回了家 在我妈略显嘲讽 和老三要笑不笑的神情中 我这围棋两天多的离家出走 算是落下帷幕了 头发还没弄干呢 你去浴室 弄干了再睡 不然头疼 睡觉 一会儿 你先睡 说了睡觉 你开这个灯 我怎么睡 这脾气 永远不吃教训 你 你早点睡觉 对身体好 有变化了 老沈 你知道我要多爱你 对吗 老沈 看着我 嗯 那么 你呢 还要问吗 你说出来 我才知道 哎 哎呀 浑蛋 难道你觉得这个世界上 还会有谁 比我更爱你吗 那 舒服吗 操你妈 顾莫然 嘘 不要说些让我不开心的话来 我不舒服 我都尾了 没事 我给你舔 嗯 我呢 你别胡说 怎样 那 我今 Bo 呀 我 快 慢 我 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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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沈 老沈 我回来了 又没回家 还挂我电话 在开会 今天加班 睡公司 不回来了 糟了 又加班 这都几天没回来 算了 明天去他们公司找人吧 老沈打电话 老沈打电话了 小谷 今晚收拾一下东西 明早跟我去H市出差 哎 人生啊 为什么还是如此老沈呢 小谷 小谷啊 这几天 辛苦了啊 明天 就回去了 今晚 好好休息 回去 回去 回去就给你掌工资 谢谢老大 那我先去休息了 妈的 累死了 再来这么几天 都能直接飞升了 老沈 怎么这几天电话来得这么亲呢 老沈 顾沐沈 你终于肯接电话了 啊 老沈我错了 这几天我不是 好 顾沐沈 我认输了 我认输可以吗 你要我变成什么样你说 我全按照你的喜好来可以吗 这 这 怎么了 我真的认输了顾沐沈 你赢了 你满意了吗 等等 老沈 怎么了 怎么了 我真的认输了顾沐沈 你赢了 你满意了吗 等等 老沈 后悔了是吗 后悔了是吗 收拾东西 直接走人了是吗 可是啊 郭沐沈 你可真是好样的 卧槽 没 没宝贝 亲爱的 我跟老大出来出差的 明天就回家 事情太急了 我没来得及告诉你 别急动啊 你等我 我马上回去 滚 我去 老大我这有点急事 今晚先回家了 不好意思 老沈 你还回来干嘛 这我家呢 我这不回来去哪呢 前两天公司临时叫我去出差 你又一直加班 没来得及跟你说 你不是受不了我了吗 你认识我十年了 我就这性格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 要我怎么改 要不要把我塞回我妈肚子里 重新设一个新的我出来 老沈 对不起 之前都是我做 我不该跟你闹脾气的 我十年前就这性格了 你照着我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我性格这么讨人厌呢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你怎么不想想 你根本受不了我这性格的人呢 现在才说受不了要走 是不是太迟了 宝贝我真的错了 之前是我犯魂 我最喜欢的就是你 宝贝 什么样的你 我都喜欢 我爱你老姑 你知道的 我这辈子都离不开你了 你也不要离开我 好不好 不会的 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的 我也会一直爱你的 下辈子也是一样的 瞎说 怎么瞎说了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你看我眼神 多正经 嗯 老沈他有自己成为自己的权利 我又有什么资格去要求他 变成我想成为的那样呢 他是什么性格的人 我不是从十年前就知道了吗 也早在十年前就爱他要死要活的了 现在倒是越活越回去了 是要喝水吗 我去给你倒 不是 老姑 你坐下 嗯 你说 老姑 你什么都好 做菜好 长得好 工作能力也好 性格好 床上功夫也好 我活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听他这么夸我 天哪 简直受宠若惊了 嘿嘿 老脸都要红了 这样说 你是不是很满意 很高兴 哎呀 你还挺好红的啊 老姑 哎 你今天晚上睡沙发吧 我一点都不想看见你 沈先生 剧本不是这样演的呀 接下来我们应该 疯狂做爱才对呀 疯狂做爱才对呀 生活嘛 永远都是这个鸟样子 任你再怎么瞎他妈的折腾 有一天你妄图改变生活 可是生活才他妈懒得理你 老沈 那个啊 家里洗衣粉 是不是快用完了 不知道啊 明天我在家里炖山油排骨汤吧 你喜欢的 随你 对了 家里还有酱油买 套套好像用完了 明天一起去超市吧 吃完饭 聊聊聊聊天如同爱律一般 触碰这方式 他怎么变了脸 我姐姐 亲爱的你 到底想要怎么办 绝不绝不都是我的 就在前容远吧 一遍一遍 这次我前面其实也很可爱呢 背头马步都是这样 男也可可奔奔 安静也是爱 不用再残忍走到永远 今天明天每一天 报告的心都毫无开关 不能怎么样 只能包容 减少了 帮她换着 如何拯救 只是让我和爱她的人 温柔接受 爱情总有伟大的理由 树一遍着 她的花样飞上 一张一张 黄黄的过往 收藏着 可爱太奔的模样 全部全部都是我的 就在前容远吧 一遍一遍 自我催灭 其实也很可爱呢 嘿 我马步都是这样 男也可可奔 爱情也是爱 不应该才能相反永远 到早晨幻者 该怎么去拯救 爱她的人 会温柔的接受 是不是的别扭 情话总是说不出口 所以爱情才会 让人捉摸不通 想开点吧 你全部全部都是我的 就跟且容人吧 一遍一遍 自我前面前 实验很可爱呢 嘿 怎么不懂是这样 男也可可奔奔 爱情也是爱 只要勇敢 才能相反到永远 正正正正 就无法解救 就放弃直了 吧 一遍一遍 自我最面前 实验很可爱呢 嘿 爱脑子都是这样 我的身材 法则 以你为准则 爱她扁荣也要被接受 可戀 不得 ап 你跟着俊 你和你带沟 不得还 我不得到羊 她得到羊 很可爱 她不得了 Marta 不得了 不不得了 我可以挑了 我可以� vai